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肥肉的部分吃下去一样都是猪油膏一匹匹的口感 用airfryer做出来比丁的好多 虽然一些炸的感觉都没有大口感味道都有加分 不过开的罐头都是太方便 有没有人真的会拿过梅菜扣肉去airfry呢 打的罐头怎会没有配香肉丁 我夹了些肉出来 无故弄弄走些汁 炸了6分钟 出炉炸顶声 不过不算很吸引 因为脑袋真的有脑干 入口同样都是那么干 特别是没有肥肉的部分真的干到上口水 不过公平一点说 罐头不可用的好小食物会juicy 所以应该不是airfryer的错 但是对比之前炸过的东西 不可用的出来的效果我就不会叫你试了 最后不如榨一点甜的 做菠萝来试一下 应该说我煎些水粒粒的打进去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我尽量引干些水才放进去 总共散了8分钟 出来有烧菠萝的味道 另外有少少金黄色 因为加热过所以甜过就这样吃很多 吃下去依然有点水分 不过就不像在外面吃那些圆果菠萝切块 烧那种爆汁的效果 如果要用airfryer试的话 我想真的用圆果切块来做 大大就会好些 但其实用焗炉已经做到 不用一定出动airfryer 说真的这集做出来真的没有上集试的东西那么有惊喜 效果没那么有趣 上次有网友留言叫我试试炸生果 都不知道你们是说真的够说 如果还有东西想我够炸的话就告诉我 做不做第三集就看你们想想看啦 去吧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